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高興的和博士今天跟各位分享 和博士家裡的智慧鎖 這是電子鎖 這是和博士裝電子鎖 我們家的鎖把它從這個變成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安裝的過程 我們先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裝這個其實基本上幾乎都可以裝 基本上百分之 除非是完全是玻璃門 啊沒有支撐點 還有一個狀況就是很近 15公分低於15公分 大概10公分以上就可以了 15是一個安全值 對 有碰碰到真的就放棄回去的 我是還沒有 因為我都會想進化 所以喔 可能要裝電子鎖了就不用想那麼多 對 你就打開嗎 它就會幫你解決 對 那真的不行就不行 也不會怎麼樣 好像我做了五年多了 我做五年多了 我好像真的沒有碰到不能做 蛤 你現在做五年多了 對 我做五年多了 那都是你最重要的 不一定的 我們好幾個私事 還裝了好幾個 對啊 你們公司有做那麼大 我們全台灣都有據點 除了花蓮啊 台東啊 鎖蛇的部分 有些通常都是小小的一顆 然後它只有一道 一顆這個而已 對 然後這盤是比較多 它總共管理很大 是 一道是這個 對 然後這道是多了 要讓你更安全 讓你多了一個 一道這個鎖蛇 好 那 這可以借我嗎 可以來來來趁個中 好 所以你們公司生意算不錯囉 還不錯 你今天要裝幾組 今天我今天試一個 四組 對 拜託 就光我一個 哇 因為像一般韓國的鎖啊 嗯 可能韓國鎖你們會覺得 品牌很大 廣告也達得很大 對 可是因為韓國的那個普及率 他們很高 所以很濃略 所以他們不是濃略 或是他們會比較注重說 嗯 比如說他們不會注重到質量啊 或什麼質感 他們就可能 塑膠感比較重 比較輕 然後鎖蛇就只有一道 就比較少 對就差別在這裡 就是有這樣而已啦 對 因為他們的普及率太高了 那你這個MU-C算裡面算質感不錯了嗎 嗯 也沒有像它那麼重重的就不要講 就像它的那個電鍍啊 它鍍的有七層 哦 比較多 然後 像有些的鎖 它可能 不太敢 就是 弄起來很容易 就是 就是 怎麼講 沒有那麼順 沒有那麼順 沒有像這個那麼坎 那麼順 然後它那個可能就是 你壓下去 它就會卡卡卡卡 就是塑膠感很多的聲音 所以像玩具 真的還蠻像玩具 然後它的鎖蛇也比較多道 差別在這裡 鎖蛇很多道 對 比較安全 然後 大哥我跟你借個掃把跟笨頭 我大哥這邊會做一下整理 剛好 剛好 對 就是往上插 其實鑰匙為什麼會設計在下面有一個好處 好處就是說 正常我們不管是傳統出來 是大部分的電子鎖 好 那何博士呢 當初為什麼會選這個VOC鎖 第一個呢 它很重要就是因為呢 它裡面用的零件 是日本的零件 所以呢 而不是看到這個日本零件 馬上就裝好 好 那這個呢 這一套系統真的很棒 你看喔 它除了可以拿數字 你可以數字解鎖之外 還可以關鍋 就是呢 它還可以失溫 好 馬上喔 OK啊 再一次喔 好 再一次喔 好 再一次喔 馬上可以拿開喔 就可以解鎖 好 它還有卡片 好 可以這樣子解鎖 好 解鎖 好 所以卡片可以解鎖 好 那關鍵 還可以呢 用鑰匙 鑰匙 鑰匙 用鑰匙解鎖 萬一沒有電 它這邊呢 還有一個洞呢 可以擦呢 現在的12 這個我們的外線式電源 手機的外線式電源 所以呢 絕對不會呢 會呢 造成我們的任何困難 好 那這個 這是我這次呢 我的博士呢 裝電子鎖的 跟各位來分享 謝謝 掰掰